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坐 经常用脑脱和六个核桃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 独家冠名的今晚八零后脱口秀 我是王子健 谢谢大家 谢谢 首先先跟大家分析一个事件 前阵子我在微博上面转了一个新闻 青岛某小伙子在收看今晚八零后脱口秀的时候 笑到下巴脱臼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新闻真的是 看完以后我们几个人都感觉到非常欣慰 他们四个甚至还打起来 是因为在看谁的段子的时候下巴脱臼的 但实际上 也跟大家仔细地剖析一下 大家很久没有见到秦娇水了是不是 秦娇水呢 就是回青桃老家休假去了 漂亮的助攻浇水 但是戏稍微有点过是不是 另外一方面呢 前阵子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在是好笑 杭州一女士为了增加自己在朋友中的人气 就在自己所在的每个微信群里面疯狂地发红包 一年的时间发了十多万块钱的红包 我的天哪 对吧 后来新闻出来以后 还有很多专家出来分析说 这个女士的这种 想通过发红包来增加人气的方法呢 是焦虑症的表现 我们撇开焦虑症不谈 如果这位女士正在看这个节目的话 我要跟你说一下 通过在朋友圈啊 微信群里面发红包来提升自己人气的这种方法呢 是不可行的 如果你是看到这些节目 并且有兴趣缓解自己这种焦虑的话呢 可以加我的微信 是吧 我们聊一聊 是吧 那当然 最近呢 好像议考的成绩要下来了 今年的各大议校的议考呢 出现了一个跟往年不太一样的情况 就是一大批已经成名的明星去参加议考 说明现在明星成名的年纪真是小 你像什么王俊凯啊 林妙可啊 都去参加议考 这说明什么 明星不只要有明 要有真才实学才可以 对不对 拿我来说吧 对吧 我已经很有名了 但是呢 我不是该去考个主持人证 也得去考个主持人证吗 对不对 不是考两次就过了吗 对不对 当然还有很多观众啊 很纳闷 说林茂可去考也就算了 王俊凯为什么要去考 已经那么有名了 已经那么有钱了 考一考不就为了当明星吗 你现在已经是明星了 为什么还要去考呢 对于有这些态度的观众 在这里啊 我都不想回答你 我们找一个王俊凯的同龄人 池子 你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王俊凯要去考一考 来 我很理解他这种想法 对不对 他不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红 他就是想要个学历嘛 对吧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现在社会呢 人特别容易焦虑 而且焦虑的原因呢 莫名其妙 有的为身材焦虑 有的为学历焦虑 有的为人际关系焦虑 但最可怕的就是莫名的焦虑 你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焦虑 但你要知道吗 这些焦虑很多都是可以预防的 那今天王自建就要带我们来聊一聊 焦虑有啥用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欢迎回来六个合同 这晚八点后投球 我是王自建 谢谢大家 谢谢 很多观众在我们后面 木一拉开都会说 这四个人到哪去了 对不对 这个也非常简单 因为一会他们要上台表演 四个人非常焦虑 现在下台背词去了 是吧 在台上背词就不太好看了 是吧 一个人拿着一张A4纸 还相互问 池子问蛋的 哥哥 这个字念什么呀 当然 我们说人生中的焦虑有很多种 首先 能让我们小的时候 想起来的一种焦虑是什么呢 就是考试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考试 有这种焦虑啊 就是一道 老师说收卷了 然后还在那不停地检查 能多检查一道题 是一道题 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就是我看一下 典型的焦虑症啊 其实你当时也知道 就是你检查出来不对 他也没有时间改了 对不对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检查呢 就是给自己找罪受嘛 你检查出来 啊不对啊 老师 你比你不知道他错了 你起码能多开心个一个礼拜嘛 但是别人 在考试交上去之前 检查也就算了 池子 考试交上去 也在那检查 老师过来收卷 都看了 都不爱理他 你知道吗 翻了个白眼 我说池子 你说人家其他同学 检查就算了 你有什么可检查的 池子看着老师 老师你这话就不对了 我就检查检查 我名字有没有写错 我得让你知道 这张白卷是我池子交的 不能让你冤枉了其他同学 对不对 当年说到考试 有这样一个记忆 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 反正是从我上初中开始 英语考试增加了听力 二十分的这个听力考试呢 有多少人在听听力的时候 是喜欢把眼睛闭起来的 我认识一个朋友 就是这样的 他跟我讲 只要每次考英语考试 哇 听力 大家一眼睛 广播开始出听力题的时候 他把眼睛一闭起来 突然发现 眼睛闭上之后 我所有的题都听得懂了 我在这个卷子上的每个题都会做 我作文也有思路 我词汇全出来了 我这回考试肯定能考一百二十分 哎呀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呢 已经考数学了 当然我们离开学校之后 上了班 每天也会焦虑 最焦虑的是啥呢 早上起来闹钟一响 很多人为了早起 会把闹钟调早 要出门的一个小时 啊 闹钟一响 脑子里响的是 还有一个小时 摁下去 再一睁眼 啊 已经过了 对吧 然后拼命地也不吃早饭 穿上衣服 脸也不洗 冲出家门 然后上了地铁 上了地铁就麻烦了各位 有的时候到站啊 他挤不下来 这件事情 梁凯元就有这个充分的体验 但是他从来没有为此困扰过 每次到那儿 哎呀 下不去了 怎么办 下一站到了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别人都是这么焦虑的 梁凯元非常聪明 从口袋里拿出一把硬币 然后这个时候打开一个手机 手机打开一手感恩的心 然后硬币在手里晃 此时本来水泄不通的地铁车厢里面 居然给他腾出了一条通道 当然现在的人晚上睡不着觉 都说自己焦虑 有多少人这样晚上睡不着觉 会觉得焦虑的 还是有一些朋友啊 在这里告诉现场的朋友和 电视机站各位 因为晚上睡不着觉 焦虑的朋友们 把手机放下 你那是焦虑吗 你不就是玩手机吗 为什么你晚上睡不着觉 因为你手机还有电 为什么你会一宿一宿地 睡不着觉 因为你把充电器 放在床边上了 你但凡是把充电器放在客厅 那可能更睡不着 是吧 当然现在很多人离开手机之后 会非常焦虑 尤其对手机的电量要求非常高 于是一些厂商就相应地推出了这样的广告 叫什么 充电五分钟 怎么样 你看这么多人都知道 那我现场问一下 有人用这个牌子的手机吗 你说你这个广告做的 除了发明了一句流行语之外 没有人用你的手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位厂商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充电五分钟 通话两小时 这件事 不是很多人在意的 因为现在谁的手机用来通话 对吧 你要改一改的话 你可以改成这样 你充电五分钟 刷微博两小时 对不对 充电五分钟 抢红包两小时 充电五分钟 直播两小时 充电五分钟 自拍半小时 有人说为什么自拍只要半小时呢 对啊 因为后面修图呢 要一个半小时 那当然情侣之间 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吵架 李旦就是这样 经常跟女朋友 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吵架 后来他就问我 王哥为啥他总跟我吵架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样 李旦我教你啊 女朋友的任何需求呢 你要口头上向她答应 做不做的到时候再说 但是你这样答应得很痛快 而且回微信要速度 无所谓你回什么 但是一定要第一时间回 要在他打下一行字的那段时间里 你把第一行字的回复回出去 这样他就会觉得你在乎他 不然的话 你就倒霉了 明白吗 李旦就听进去了 很多女生也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对不对 真的是对的吗 我也觉得对 但是李旦实际用起来还是遇到了问题 那天跟女朋友差点分手 就因为按照我说的做 女朋友只是给他打了这样一行字过来 说我没事 我没生气 你不用管我 李旦秒回啊 好的 越在乎的事情 就会越容易让我们产生焦虑 拿斯文跟程璐结婚去民政局领证的这件事来说 程璐那一天老焦虑了 就是一路在去民政局的路上 一直就怕这个证件没带齐 就一直问斯文 斯文啊 那个我们的身份证都带了吗 斯文 带了 没问题 放心吧 那个户口本带了吗 带了 没问题 放心吧 两寸照片 两寸照片到那拍 不用自己准备 是吧 那个都带齐了是吧 都带齐了 你就放心吧 好吧 放心吧老公 好 我就死心吧 斯文跟程璐刚结婚的前几天 其实斯文也是很焦虑的 这种焦虑呢 主要来自于一个单身女性 对于婚后生活的恐惧 于是程璐就好好的安慰她 说斯文啊 我看你这几天呢 有点焦虑 你是不是怕跟我结婚以后 需要在家里做家务啊 你放心吧 以后咱们家的家务 我一个人全包了 而且程璐 各位 真的是说到做到 他们两个结婚到今天 家里的所有家务 都是程璐一个人做的 然后他把斯文派出来赚钱了嘛 前阵子史言跟我说 有个事挺焦虑的 说是大概半年前 自己的信用卡丢了 小偷一直在盗刷 决定过两天去报案 然后我就没听懂啊 各位 我就问他 史老师 你这个丢了半年了 你为什么不早报案呢 不是 王老师 我这不是没发现吗 没发现丢了 我说你信用卡丢了 一直他在刷 有这个短信 你没发现吗 没发现 他刷的没有 我老婆刷的多呀 那是那是 那你是怎么又发现了的呢 因为我发现嘛 小偷的老婆 可能开始盗刷他的信用卡了 现在很多80后 都会被父母逼婚 程璐跟斯文结婚前 斯文的父母 也是一直在逼斯文找对象 赶快结婚 斯文就为这个事焦虑的 都不长个儿了 特别特别着急 后来好不容易 跟程璐确定关系了 然后在程璐 迫不及待地回家 见他自己的父母 回家之后 父母看见程璐 更焦虑了 是吧 然后私下还跟斯文说 斯文 我们是说着急 对吧 然后呢 让你在同事里面 询问一个 对吧 你也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呢 那个焦大的 那个不是蛮好的吗 我们节目组的照星 老婆生孩子的时候 是顺产 明明是顺产 但是自己一个人 在产房外面 就是着急的不行 焦虑的不得了 一直在搓手 然后抓住医生的手 就问 医生 我老婆怎么样了 能不能让我继续看看了 里面什么情况了 医生看着他 哎呀 看不出你这个人 还挺关心你老婆的嘛 是不是 这个你放心吧 很顺利 没什么事 不 我倒不是关心我的老婆 我这个人就是 没什么粗心 哦 没见过什么思绵 我就想进去看看 富二代出生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通常来讲 焦虑的这种情绪 年纪越大 尤其是人到中年左右的时候 会特别地严重 但是你们想过吗 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焦虑 本来无忧无虑 认为自己的前途 有无穷大的空间 但是突然一件事情 能打击得他 不行不行 拿池子来说 前阵子池子去做体检 体检完了以后 去领体检报告 然后那个大夫 拿着体检报告看着他 你知道池子啊 对 是我 哎呦 95年的啊 95年的 哎 可惜了 给你吧 什么我就可惜了 不是 您不能拿着 我的体检报告 跟我说这种话呀 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大夫您跟我说实话 好不好 哦 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们这里呢 有个小护士 蛮喜欢你的 但是你95年的 他比你大八岁 可惜了 蛋的 前阵子呢 在外面 说是为了缓解压力 就经常去做足疗 他做完足疗之后 他觉得这个很有趣啊 于是就跟足疗小妹 学了足疗的手艺 回来给王建国做足疗 他就是终于有一个方法 能够让王建国疼 他又不用负什么责任 于是给王建国做足疗 我的天哪 带着防毒面具 是吧 王建国 疼 疼 然后他嘴里还不饶了 王建国 国仔 你看你 你这嘴疼 疼不疼 疼 你这嘴疼 就是你的皮不好 是吧 这嘴疼 疼 这嘴疼你 肾不好 是不是 来来来 哎呀 你这嘴疼 你心脏不好 我跟你说 你可得注意自己平时生活的习惯 要不啊 你就提前准备后事吧 就这样 王建国气的 然后看着李丹 把他防毒面具抛下来 然后开始摁手 嘎啦嘎啦 摁手指头 李丹 你说我这个手这么响 我是脑不好呢 啊 国仔 我学的是足疗 手我也不懂啊 是不是 王建国 啪 给了一个大嘴巴 现在懂了吗 脑不好啊 懂了 你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欢迎回来 六个回头 就要慢六度 我是王志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男人会因为 某些重大的节点而焦虑 而女人 我觉得他会把 很多日子都当成大日子 从而产生焦虑 比如说斯文 可能就会因为 这些大日子而有焦虑 来 有请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的主题呢 是焦虑感 其实我觉得焦虑感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 比如说我 我经常有一种焦虑 因为这个身高的问题 但是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有小板凳嘛 但是我老公呢 就是也不高 所以说生孩子这个问题 我经常就觉得很矛盾 就比方说 我俩如果生一个孩子 很矮的话 那我就会更加焦虑 但是如果生一个孩子 比我俩高很多的话 我就怕我老公焦虑 其实我觉得很多焦虑是没有必要的 比方说在我结婚之前 我就会担心很多事情 比方说结婚这个酒在哪里摆啊 要摆多少啊 去哪里度蜜月啊 拍什么样的婚纱照啊 到底要买房啊 要不要装修啊什么的 然后我老公一句话 就打消了我的焦虑 他说亲爱的 这种东西你不要考虑太多 我保证这些都没有 结婚以前啊 我老公跟我说 亲爱的 虽然我现在没有钱 但是等我有钱了 我带你去法国 我带你买一打LV好不好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 昨天晚上我又问他 我说你还记不记得 你当时跟我说 带我去法国 给我买一打LV 我老公说 我还说过这种话 年轻人就是幼稚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啊 如果三十多岁 还没有结婚的话 会让人非常的焦虑 特别是 如果你回老家的话 你在老家 绝对是一个知名人士 每次你回老家的时候 别人还会议论你 说 哎 你听说过那个谁吗 就是那个三十多岁 还没结婚那个 哎呦 他呀 谁不知道他呀 我老天 你说他的父母啊 可惜啊 你说他父母都是好人 一辈子呀 你说行善积德 怎么就生了他 这么一个不结婚的玩意儿呢 但是如果你结婚了 你还会有结婚之后的 那比方说到了一定年龄 你就会发现哈 你身边的同学 全部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就像雨后春水一般冒了出来 他们出现在你的微信朋友圈 出现在你的微博 和你的QQ空间 这种感觉就非常的焦虑 这种感觉就像什么一样呢 就好像你在大学的时候军训 就你军训的时候 某一天早上突然紧急集合 大家聚在宿舍楼下 排成一列整齐的队伍 每一个人手里都抱着一个孩子 有些甚至抱了两个 但是你什么都没有 然后教官之后走过来 就质问你 你孩子呢 我 我那个 我什么我 孩子都没有 你还在这一天不务正业 还讲什么脱口秀 王子健 好了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今天我们谈的是焦虑 有一个人我觉得 今天聊这个话题非常合适 因为他常常因为 自己口袋里没有钱 而感到生存焦虑 那今天他又有 怎么样的心得体会 来 邀请海云 好 谢谢大家 我是连海云 我一直以为在舞台上 只有作为表演嘉宾 才会非常地紧张 焦虑 直到我看了奥斯卡的颁奖之后 我发现作为颁奖嘉宾 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们看到百克利老师 等一下他宣布人际嘉宾的时候 他有可能拿到结果 看了半天非常紧张 最后面宣布 今天的元气嘉宾是 百克利 我刚工作的时候 特别怕跟客户应酬 因为客户会比你喝酒 我酒量不好 就是喝一点 可能就倒了 就会被别人扛回去 对吧 我很羡慕建国 因为建国他就没有这种烦恼 不是说他酒量好 而是他喝醉以后 没有人能把他扛回去 我也很羡慕陈鹿 因为陈鹿他喝醉以后 他有一个身体比他强壮很多的妻子 把他扛回去 我也很羡慕史言 因为史言他一般不去外面喝酒 他一般都会在他的大房子里面喝酒 然后一边喝一边说 一人我饮酒醉 我有个朋友呢 因为自己单身 觉得非常的焦虑 因为他每一次表白的时候 对方都会跟他说 你是个好人 今天情人节的时候 他又准备去表白了 我们就跟他说 你今天不要这样表白了 然后你要不跟你喜欢的女生这样说 你就跟他说 我是个好人 我喜欢你很久了 对方就会懵你知道吗 因为对方最重要的台词 已经被你说了 如果这样还不成功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对吧 你就只能兢兢业 老老实实去奋斗了 等到某一天你事业有成的时候 你喜欢的女生 她可能会回来找你 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回答她呢 这个时候你应该用一句 电影的台词来回答她 以前我没得选 但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 他刚刚当了父母 我发现他们带孩子只有一招 这招是什么呢 就是哄小孩子睡觉 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 问他们在干嘛 他们永远都是这样回答你 我刚把孩子哄睡觉了 我正在哄孩子睡觉 我马上要去哄孩子睡觉了 一天到晚都在哄孩子睡觉 我就很奇怪你知道吗 我就想难道人家小孩 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清醒时间吗 人家小孩子刚睡醒 打了个哈欠 看到爸爸妈妈又来哄自己睡觉了 内心也是很崩溃的好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没有记忆啊 就是一天到晚都在睡觉啊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梁亚元 谢谢 谢谢 谢谢海元 在我们的嘉宾团当中 我觉得今天有一个人聊一个话题不太合适 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焦虑 但是他每天看上去都非常的不焦虑 特别的没心没肺 过得特别快乐 让我很羡慕 关于焦虑 他有什么话要讲 来 有请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谢谢 对 我今天主题是焦虑 大家可能觉得我平常开开心心的 特别乐观 其实我不是那样的 私底下我是一个很忧郁的男孩 真的 真的是这样 我前一段时间确实很焦虑 很抑郁 甚至去看了心理医生 我就问医生 我就这个病是怎么办 医生说 说出你的烦恼 然后说了三天三夜 医生都疯了 说你听 好不好 这样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不是心理的问题 你去精神科看一看 我说你别骗我了 精神科说我这是心理科的问题 然后说 这样 你要不要试试口腔科 我前两天想回学校 缅怀一下我这个短暂的学生时光 我就回到我的母校 站在楼道里 我就看着教室里面上课的那些孩子们 我就想到曾经 曾经我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站在楼道里 看着上学的同学 然后上学期间最焦虑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写作业 大家都很烦 怎么写 写不完作业特别多 我从来不发愁 因为我鸡贼 对不对 我不断不发愁写作业 我还帮课代表收作业 对吧 课代表不用收 我来帮你收 拿着笔收 我跟你讲 收完了就写完了 然后老师就发现了 说池子你过来一下 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道题你写了五个答案 我说老师你这话说对吧 你能赖我吗 他们写的都不一样 我哪知道哪个是对的呀 说起焦虑 史严老师也很焦虑 对不对 他很焦虑是 他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 那个140平的房子 他天天跟你们说 他买得起那个房子 可是你们天天粉丝看 他回松江就很尴尬 而且不但他焦虑 焦大也焦虑 焦大你想想 焦大就什么时候 教出一个天天 这么厚颜无耻的学生 天天提焦大 对不对 焦大离了你还是焦大 对吧 但你离了焦大 你只剩房子了 所以焦虑呢 想起以前上课的时候 也是最焦虑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老师提问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特别特别尴尬 对不对 我这种 你们体会不到我的心情 什么都不会 还坐在第一排 老师对吧 我当时我对往下藏 躲起来对吧 剪根笔呀对吧 系个鞋带啊什么的 把头塞到桌斗里呀 对这种 每一次老师问问题 啊塞到桌斗里 果然没叫我 对吧 但是问题来了 答不出来了 很尴尬的 我正在想办法的时候 老师问了一道 我会的题 你们是体会不到 这种心情 小学上了六年了 就碰到一道 这么会的题 很焦急啊 当时我一气之下 我拿着一手 拿着桌子腿 啪就站起来了 回答问题之后 全班雷明白的掌声了 全年级都知道 这哥们脖子 肌肉特别强劲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谢谢我们特别 没心没肺的池子啊 在很多行业 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 有一个专业术语 叫截止日期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截止日期这一天 你要没把工作完成 你就死了 所以英文叫deadline 不到这一天 还没有完成 你就dead了 那这么多的工作 有一位嘉宾 他会如何化解呢 来 让我们欢迎蛋蛋 好 大家好 李大 按池子说了一些 上学时候的焦虑是吧 他没说高考 就高考特别焦虑 都不用说那个 答题会不会啊 就光带文具这件事 就是当时就怕 那个2比1千比断了 千比带四根 对吧 就这样还是焦虑 说那怎么 再带一个钻笔刀 怕钻笔刀坏了 钻笔刀带三个 特别焦虑 对不对 但是池子高考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稳 不用担心 忘带文具 特别稳 他把他妈带去了 答案组呢 给我安排 今天的这个 说的主题 说焦虑 蛋蛋你就聊一聊 你从来不焦虑 说我 把握住了人生 所有的转折点 所以不焦虑 真是太瞧得起我了 一个人啊 我要是能把握住 所有的转折点 我估计我现在就是马云 我不行 我比马云还牛 我这是马云的老婆 你们想 真的 你们想 就是在把握机会 看准未来这件事上 马云的老婆 是比马云厉害的 马云需要 不停调整战略 面对挑战 掌握那么大的公司 马云的老婆呢 她只需要在几十年前 不顾家人的反对 义无反顾 嫁给马云就可以了 女儿你为什么嫁给她 什么人会想嫁给她 爸爸 妈妈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全中国的人 我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说 职场的焦虑 很多人进入职场都会焦虑 尤其是刚刚加入职场的时候 就特别焦虑一件事 比如实习生 就怕公司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不了 工作做不好 其实不用 你就是有这种焦虑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你是谁 你会啥 公司怎么可能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你 这些新人朋友们 每当完成不了工作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自己的工作是多么没有意义 你就不焦虑了 你这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职场的第二个焦虑 就是为什么我的老板这么弱智 为什么我的领导是个白痴 关于这件事 我去专门请教过我的老板 叶岛是这么回答我的 说是这样 每当我面对无法下手的工作 我就会感到焦虑 这个时候 我就把这个工作 安排给下属去做 然后在他们 也完成不了的时候 通过大声地辱骂他们 缓解自己的焦虑 职场 中级的焦虑 就是跟同事的对比 真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同样在一个公司工作 为什么我就赚这么少 为什么人家就能买140平的房子 这个你就很难 心理很难平衡 对吧 但是你这样心态好一点 你这个 你同事比你有钱是好事 你同事比你穷 天天找你借钱 你什么心情 对不对 你是不是更焦虑 所以你看 谁要是有140平的房子 好事吗 我也可以去他家参观呢 看看人家辽阔的客厅 精美的装修 窗外美丽的景色 心里想 为什么不是我的 谢谢大家给他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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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六个河到今晚漫六头球 我是王自剑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一般的电视节目 都是会在最精彩的时刻 插补广告 比如说那个什么歌手节目 是吧 本期的第三名是 唰就广告了 是不是 但是大家发现 我们节目就从来不敢这么干 因为这么干呢 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考验观众 而我们节目的观众呢 不怎么禁得住考验 你比如说插播广告 你们不接着看了 插播他们四个 有的人就不看了 对吧 你们这么做很不对 这不比广告好看吗 不比广告有意思吗 对不对 真不比 那 还有一种焦虑 叫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的焦虑 就是大概 人到中年以后吧 在单位里面打拼多年 看着旁边 一个个比自己年轻的人 逐渐地茁壮成长 一创业拿着投资了 一个创业拿着投资了 一个个都比自己多 然后心情就非常不好 对于这样的朋友 劝你们一句 不要随便地去跟别人比 你努力奋斗 你如果给自己定一个 很远大的目标 你实现不了 你真的会很焦虑 而你想过吗 你实现了 你可能更焦虑 比如说 你奋斗成了王思松 你又怎么样啊 你很焦虑啊 你会想 哎呀前面还有个王健林呢 对不对 你奋斗成了王健林 又怎么样 你是苦哈哈地 靠一个楼一个楼盖起来的 有一个叫马云的人 弄了个网站 钱就比你赚得差不多多 你不焦虑吗 对不对 你又算你成了马云又怎么样 你就会想 哎呀我虽然是马云呀 但是你看人王健林 人家有儿子呀 对不对 然后你又成了王健林 你又能怎么样 哎呀人马云没儿子 你再看我这个儿子 我还不如没儿子呢 对不对 接下来有一个准爸爸 和他老婆一块在产房的时候 他就因为焦虑 而做出了一些事情 一个已婚已经有孩子的男人 我觉得会经历很多人生当中 特别紧张焦虑的时刻 比如说 比人我 有两个时刻很紧张 很焦虑 一 结婚前 二 老婆生孩子的时候 那接下来有一个准爸爸 和他老婆一块在产房的时候 他就因为焦虑 而做出了一些事情 咱们一起来看 老婆一块在产房的时候 有一个准爸爸的家属吗 不好意思 肥肠时间到了 进来 好嘞 老铁 你们好 我是糊涂 我的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走 好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好 新来的朋友们 先不要走 点关注 不迷路 主播领理 上高速 来 我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 老婆 打个招呼 老公 我肚子痛 难受 你受 我肚子痛怎么回事 你不要着急 我怎么能不着急 这是我老婆还是你老婆 你这样紧张 她只会更加痛的 来来来 我们放松 收呼吸 呼吸 呼吸 我给你喊一个麦 让你放松放松怎么样 好 一人我饮酒醉 老婆腹痛我心碎 两夜是毒相随 生完孩子把家归 娇女我亲父亲 我呀是真着急 我想生二天我心力憔悴 直播法师学 我要生了 我要生 你爸 老铁们老铁们 我的老婆要生了 我就要当爸爸了 可是孩子的名字 我还没有想好 不过没关系 老铁们 我们以竞标的方式 谁送的礼物最多 孩子的名字 就由谁来起 怎么样 好好好 感谢社会 你饭格送的十辆游艇 他建议孩子叫葫芦王 感谢皮鞋里加哥 送的二十辆法力 他说孩子叫胡扯 哇 哇 感谢屋里涛涛 送的四十辆蓝波吉尼 他建议孩子叫葫芦王 哇 天哪 你疯了吧 出去 好的 老铁 你说他会不会 知道我是他爸爸呢 这奶粉又怎么 老铁 老铁 别走啊 老铁 老 好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盒 那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真才实料的六个盒道 独家冠名的千万万里头多可受 我是王自然 只有你们这好远 你们这一夜过了一块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焦虑的话题 我觉得只要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成为社会人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焦虑产生 但是每个人处理焦虑的方式不一样 那有的人从容不迫 用自己的情绪去缓解焦虑 那也有的人呢 面对焦虑一无所措 手忙脚乱 越来越烦躁 那我想告诉各位的是 直面焦虑 焦虑本身没啥用 但是你能够调整心态的话 才能够成为人生赢家 那本期我们的人气卡斯也产生了 让我们恭喜海源 喂 史言呀 啊 系个儿子 然后我们就听什么什么什么是个儿子 史言老婆生了 是个儿子 然后小枫挂上电话 哎 你们讲什么嘛 我就是告诉史言这一期的主题